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带了一个14亿人一个都不能少的话题 公益助农在行动 肖战前段时间刚好在行动 而4CTV电视剧这个片段 也是为了宣传预线小米 6月11号 肖战作为扶贫体验官去到预线 其中有一项就是参观小米种植地 以及品尝小米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肖战去到预线的新闻 被各大的蓝威转发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后期宣传 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 那几天可以说可以频繁的看到这样的报道 并且张家口以及部分公众号 也是纷纷提到了这次的活动 并且晒到了肖战当时的照片 肖战在接受雨里工作室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他说这次去到预线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文化 像预线小米啊 剪纸啊等等这些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这些文化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网上了解不如现实当中走一走 他去预线呢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从而更加好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而虾虾现在呢也在购买当地的小米 当然他们是靓丽而行啊 没有人说是必须要买的 是因为视频的介绍以及百科的介绍 他们觉得预线的小米会很不错 虾虾再一次的跟随他的脚步 肖战工艺一路有你 从来都不是说手而已 尽自己的年薄之力帮助他人 汇聚起来呢就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肖战工艺一路有你 这是一个话题词 虾虾们会在这个话题里边分享 今日所做的工艺 也会在这里面去宣传肖战所进行的工艺活动 再者就是分享以前的一些成绩了 也让新来的虾虾知道 做工艺不只是说说而已的 还有很多比较有趣的想法呢 也会在这里被发掘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话题啊 肖战说工艺它很大 我每天都做一些小的善事 你可以把它算作是工艺的一小部分 我想要细垂长流的做下去 我想要做的还是尽我的一些绵薄之力 我想把这些力量全部凝聚起来 打到点上去 为什么每一次提到工艺都会想到肖战呢 因为他一直都在工艺的路上 夏夏也一直在最大力度的 跟随着他做工艺 他们的成绩很难让人忽视的 贡献也是相当的大的 其实啊 娱乐圈很多明星都在做工艺 其中部分明星啊 更是默默进行 记得之前肖战做工艺被宣传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是在洗白 两个月之前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好笑 乐圈每天的花彬新闻啊 绯闻恶意剪辑等等都能被说 做工艺这样正能量的事情 更应该被大家看见呀 对不对 如果说肖战只是说说而已 不干实事 那么我们可以去批评他 告诉他要真诚 但是肖战不仅做了 而且呢是行圣于言 他从来都不宣传这一方面的行动 一直低调的进行 奈何呀 他的热度太大了 粉丝呢 也比较积极的参与 所以每一次有工艺行动 就会被各种的报道 他没有想过放弃工艺 细水长流 是他对工艺的态度 能够坚持不懈的去做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行圣于言 他一直都在践行 善良的人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愿他天天开心 事实顺利 从营销上说啊 肖战相当成功 靠着一铃创人的事件啊 从二月到六月 得到了强大的曝光 完美的弥补了这一段 没有作品的空长期 相比于明星这个称号 肖战更像是一个网红 除了一部合格线的陈景令 一部备受诟病的诸仙电影 那么还有到的是 两三首备受争议的歌曲 他再无更多的亮眼表现了 其实啊 在现在的网红群体当中 长得比肖战好看 身体力行去做工艺 还有不俗作品的人呢 是不在少数的 可惜啊 肖战背后有一个力捧自己的团队 肖战是在钢丝上行走 稍有不慎 便会坠落深渊 从现在的情形上看 肖战以及他背后的团队 在践行着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 虽然面对着诸多的官媒的批评指责 但是肖战却不以为然 从法里郎说啊 他并未犯法 这便是资本的产物丑陋之处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将道德品行全都当作赌注 最近肖战的工作室发表动态 肖战身穿一袭白衣在录音棚 这似乎是预示着肖战下一首歌曲将会发布 看来啊 广大家长要提高警惕了 这次千万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冲到负责了 你要是说一个优秀的音乐人 发专辑倒也没啥 路人喜欢了也不会纠结于说买一张还是两张 但是对于光点这样的残次品呢 就不一样了 路人买一张那是吃亏上当了 指望别人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那恐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要真的以为 一首和四首歌曲音贵重合的作品 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 肖战下一张专辑发布之后 将会直接的决定自己的商业价值的下限 它是一个粉丝经济时代的产物 类似于专辑这种作品的销量 几乎是全靠粉丝来支撑的 不知道这一次大粉们是否还会表示 买不够105张不如一个黑粉呢 与此同时 肖战的下一部作品 余声请多指教也将会上映 只是后者的上映取决于前者的舆论声势 粉丝会一页账目单纯听信大粉的言论 但是资本不会 合作方拿到的数据都是去除过水分的 你指望靠着粉丝就能够弥补上路人员吗 那你就把肖战想的太厉害了 肖战的社会舆论在今年年底之前 是不会转向上风的 除了肖战的粉丝 要么是目不关心的真路人 要么就是彻底的认清了肖战的真面目的抵制者们 可惜的是肖战粉丝还抱着饭圈的那一套思维来招摇壮士 殊不知啊这种幼稚的行为只会给自己的哥哥招惹来无端的争议 真正决定余生是否能够播出的从来都不是肖战的粉丝 事实上明星的粉丝往往都是最无能的存在 他们压根就无法决定自己偶像的事业生涯 只是勉强够资格当当韭菜罢了 当然肖战的付出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便是出现在青春环游G2之中 当他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后 其身上的争议性又会达到一个巅峰值 这个时候舆论的风评将会直接决定着肖战的下一步的行为 对于粉丝来说呀 若是现在肖婷倒也是一个好事 官媒虽然屡次发文批判 但是却并被做出一个实质性的行为 按照网友的记性吧 很快也会忘记肖战做过的事情了 只可惜在每一次肖战出现转机的时候 都是自己亲爱的粉丝们来送上那么致命一击 或许这就是真爱粉吧 一定要让哥哥站在世界的对立面 才能够彰显出自己的价值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